你所想的那个人他想要让你知道的事情 对你的感觉如何呢 跟想要让你察觉他心里面的想法哦 选择你有感应的牌卡 需要按下暂停呢 自己按下暂停键 好呢第一张牌卡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所想的这一个人 他想要告诉你的事情 跟你的感觉 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还有想要让你察觉 他心里面真实的想法哦 我觉得他想要让你心电感应一下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牌卡 我就抽抽抽抽抽抽 出来了 好呢第一张是这个牌 第二张 月亮 羽毛 树 夕阳 还是日出 等一下看一下 好 我觉醒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牌卡 是月亮 就代表他想要跟你说什么 这张牌呢说的是 我可以扫住一点 可以吸引你更多 那因为我们说 月亮他是有引力的 所以他会跟着那一种 他的地球的远近 而去影响那个海浪 所以他想要告诉你的 他内心是你的一言一举 都影响着我 让我的心思有如潮水一样 如果呢 你的任何的状态 其实他都会对他魂前梦赢 所以呢 你影响他的群绪非常非常的深 那最后面呢 我们说嘛 月亮 月亮才说中秋月圆 人团圆 所以其实呢 他跟你之间呢 他有一点点怎样 想要跟你在一起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强 如果你们没有在一起 他就想跟你在一起的 他内心呢 很想要跟你之间求一个 圆圆满满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强 甚至他有这边嘛 吸引力 就代表你对他吸引力非常的强烈 你都一直 你的一言一举 都是有一点牵着他的情绪去走的 所以这就是他要告诉你的 甚至哪个羽毛 我们说羽毛代表的是什么 在以前的世纪里面 羽毛在神话中 象征的是太阳跟光明 所以羽毛呢 也代表的是永恒真挚的爱 甚至不会因为岁月而改变的那一种真诚 我们呢 称为羽毛 他是一个高贵 而且是一个非常荣耀的状态 那我们说爱神丘比特 他用什么东西来去让两个相爱的人去射 他就是用羽毛的剑 所以这张牌卡就是代表的是 其实啊 你每一次对他而言 他看到你就有点爱神丘比特 老是射中他的心 让他隐隐的作痛 他其实看到你的时候 他都在调整 他要如何跟你之间的距离 然后如何去调整 把你的距离给拉近 因为他对于你的爱很真挚 甚至有一种一见传心的 一见钟情的喜欢 这是不论你们是任何关系 我就不管什么分手段 你们明白就好 就是代表他看到你的时候 其实就一见钟情 就像爱神丘比特一样 他就咻 就刺进了他的心里面 而且达到了一个永恒 所以你会是成为他心中 一辈子最爱最至爱的那个人 深深的烙印在心底 因为丘比特的剑刺穿的时候 你就在他的心中留下了一个疤 可是那个疤 因为之后跟你的相处 不论任何关系 都会上上上五颜六色的色彩 为这一个疤痕增添了美丽 所以他要把你放在他心里面最深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是一个树 他要说的是什么 树有很多的枝叶 有没有 所以当他连线的时候 你就到达了他精神的领域 他随时打开他的心扉来接受你 甚至他有一点点觉得 你们就是命中注定的相遇 为什么 这个树上有一个什么 月亮 月亮 所以又重复月亮 所以他一直觉得 你们前世今生的这个业力 非常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们说树代表的是什么 其实树就代表的是稳定 而且它是什么 向上延伸 向下扎根的能量非常的强 所以我才会说 你已经深深的进入到他的心底了 可是他有想跟你说 你能够感觉得到 他希望你可以去明白 你对他的重要性有多么的重要 那我们最常说的就是卡巴拉的生命之所 所以你就有如他的生命一样 那最常说的是什么 生命树 其实就是神的生命的大能 他要喂养很多能够依靠他的人 所以他要像一棵树一样 他会种在吸水的旁边 该开花结果就结果子 可以去养很多的生命 他的叶子是不能枯萎的 所以要顺顺利利 所以就代表 他对于你的爱是想要怎样 随时绿叶盎然 他是不希望你们两个人之间是有枯萎的 因为在神话故事中 我们就常说树妖树精 有没有像魔戒一样 他树是会保护很多人的 那我们说人死去了以后也会树脏 埋埋在地底下 成为这个树的一种滋润 所以生命他就从这个树 他就圆圆不断的去做一个不同的循环 去滋养着大地 滋养着所有的人 所以他想要成为你的大树 去保护着你 甚至成为一个大树 跟你有机会开花结果 他的能量非常非常强 因为他觉得你们两个的相遇 是一种命中的宇宙的指引 你的能量非常非常强烈 那这一张牌是橘色的太阳 也就是代表什么是最好的 他为了你 他会想要把天上的行星 或者是地上的能爬的 天上能飞的 通通都给你的能量非常非常强 那我们说橘色的太阳 其实我们就会想到什么 守着阳光守着你 那因为太阳神阿普罗 他以前在城市狩猎的时候 天色非常的昏暗 整个早晨都没有阳光 他就看不到他的心上人了 所以他会很想要赶快怎样 注视着天空 希望放太阳赶快出来 可以让他赶快去追求他的爱人 所以呢像日葵 他的花语就会像太阳一样 总是给人家带来正能量跟无限的希望 那这张牌代表他对于你的爱情 是一种忠诚度 而且呢他想要去勇敢的追求 你就是他最幸福的那一个选择 不论你们的关系如何 来这张牌一模一样 就是有一见钟情的欣赏人 他多想要赶快的朝你飞奔前进 你在那一眼一瞬间 就是爱神邱皮特放出的那一把剑 把他的心 你的那种眼帘 你的那种爱 整个刺穿了他的心 所以 他想要跟你自己的爱情 是长长久久的 那所以呢 赶快开始 如果你想要他 赶快的朝你 不畏坚然的勇敢的飞翔 那赶快把香日葵埋起来 那因为他是太阳 所以我去衍生的看到了香日葵 那你也看到了 这里有很多 像是数千人长的能量 这个太阳是很智的 所以你就会感受到 他像阿波罗一样的那样的热情 去喜欢着你 好吗 那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张牌卡呢 其实他有一点像是 宇宙 因为他这是有一个敬畏的 所以呢 我就一直说 你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 有前世精神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呢 所以呢 在原始女娃有没有 在补天 盘古开篇辟地 也就是代表说 你跟他之前的那种缘分 是在天与地之间 即使原本 现在的环境有多么的浑浊 可是他一眼就看穿 原来你就是他 就是好几世灵魂的转世 在追寻的那一个人 所以这一张牌呢 一直有那一种 你就是我一见中天的对象 你就是我 毕生想要追寻的那一个选择 不论你们的结果如何 他是很坦然的去接受 你跟他之间是有前世业力的 的今生必须要相遇的人 好了啦 这就是他给你的心里话 他有跟你说 其实他觉得你就是 宇宙给他的吗 还是他拜月牢 或是求哪一个神佛来的呢 所以他想要让你知道 是他对你的感觉是 充满着炙热的爱 会随着你的爱 因为月亮的近于远 引起他心里面像海水般的 潮起潮弱 好啦 这是他给你的感觉 喜欢我的牌卡 记得给我一个赞 那再来就是 深圳天更新 表演你的心 我们下次影片见 然后第二组牌卡 他想要你知道的事情 跟他对你的感觉 想要让你察觉 他的内心话是什么 我们直接来抽牌 以及在你们面前乱抽 不然这副牌 为什么老是抽到逆位 是不是 就你啦 好不好 一二三 六张 就给你六张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对你的感觉是什么 他对于你性欲满满 再来我们这边看到 他对于你当然就是性欲满满 他对于你 他也是有一见钟情的能量 非常的强烈 甚至他想要征服你 想要占有你 想要牵略你的心 他的意志力 他非常的坚定 他就是要服你 他如果今天没有得到你 他会非常非常的难过 他知道呢 你似乎好像有很多的选择 很多的竞争 可是他不为呢 这一个千辛万苦 他就想要透过意志力的 最终呢 把你给 怎样 辱护你的心 达到一个成功的 壮碍非常的强烈 你是他呢 最想要去追寻 最 最 最有勇气去产生 勇敢的能量 全心全盈的去追求你 他的自信呢 是有一点伪装的 因为我们说战车牌 他穿着盔甲 可是其实有没有 他就是肉做的 但是他想要对你之间的关系 是这样 任何关系都可以 只要有得到你 他就心已满意足了 那如果你跟他之前想要见你的关系 他就会感觉就是对了 你就是他最想要的那个感觉 那稳定关系者人 那他觉得就是他要对自己的感受诚实 他想跟你坦诚相见 那如果你们已经是分手的人 只能说你不用紧张 你们的障碍只是暂时的 他一定会去刨除他的 因为他这边非常非常的喜欢你 甚至他曾经在你身上 如果所有的努力呢 只会让他变得更强大 如果你们有遇到很多的障碍 或者是分手段也很多的 他每一次的障碍跟你每一次的争吵 虽然他有时候会很倔强 想要赢得那个胜利 因为毕竟他有点幼稚 可是这边看到的是 他想要跟你呢 挑战所有人生中的各种的可能性 去怎样得到成功 因为他是真的还蛮喜欢你 因为他这个一见钟情 能量非常非常非常的强烈 好 那我这边可以看到 他跟你之间 他还有一个想法 他觉得他怕被你误会 他怕被人家冤枉 因为他是一个很纯真的人 所以常常又会有人误解他 所以他很担心你被其他人影响 而对他自己是非常的有误解的 那他想要告诉你的是 他的人生其实就是享受当下 那也许你会觉得他花心 可是他觉得你不要去误会他 因为他不是花心 他只是很勇敢的在做自己 甚至他会很认真的去提升自己的外貌 然后去努力变成你所喜欢的样子 是非常非常的强烈 还有他觉得他会对任何事情热情 特别是怎样 对于疼你这件事情 他会好好的去 不论说你们有关系如何 如果在他可以把握你的情况之下 他想要把全世界的天 星星啊 月亮都宰给你 因为他想要好好的疼爱你 那我们这张牌代表的正义牌 就代表他想要跟你有关系是怎样 是互相理解 而且安全 而且公平的 有机会朝向于法律上面的结婚 他觉得他想要跟你培养的是什么 安全感 如果确定呢 你给他安全感 他也获得安全感 他会赶快把你给定下来带回家 即使你有缺点 他也不会接应 因为他会妥协 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 就算等待时间长也没有关系 因为呢 你就是他认为 预见的那最好的一个结果 就有人常常说 我都穿到结婚牌 对就是这一张牌卡 只要你构成时 他是愿意跟你做一个有所结合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强 甚至这一张也就是代表 他很相信自己的直觉 甚至这一个直觉 他会把它实践成梦想 所以他给你的承诺 他一定会 会去做兑现 他不会去糊弄你 或者是晃给你的 这一个能量非常非常的强 他希望呢 你都健健康康的 他也健健康康的 就这样子简简单单的 到老就好了 不要太过于复杂 甚至他觉得 如果你不想要参加他的家庭聚会 或是你不想要做家事 那他都会做 这个人是不是也想太多了 他觉得 你不要把话放在心里面 如果可以 你说出来 因为他都是会去接受的 甚至他想要跟你度过所有的难关 每天的相处 每一个都是他从经验中 他会为了你去调整 他的个性 他的未来 所以这一个人呢 他有点体贴过度 可是就很害怕 他是不是虚航力不够 可是我只能告诉他 你就是他想要预定的那个想冒险的人 是一个即使他没有任何的计划 他只要拥有安全感 他就想要你就是他正确的那个行动力 他看到你的时候 他就学会了摆脱焦虑 因为呢他知道说跟你在一起 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成功 即使跌倒了障碍很多 他找不到目标 但他还是觉得你就是他最想要前往的那一个人 不过这一个人是不能绑票的 因为他很天真 这边很多的排台都代表他向往的自由 他有点无脑的状态 但是因为他就是有一种对你 他就是想要勇敢的闯入前进 他不在乎挑战的结果如何 他想要做的是什么 跟你之间有新的经历 跟一种开放的感觉 他就想要你对他的言就是一种探险 所以他想要有你尝试的一种新的人 他从来没有遇过像你这样子的人 可是他有一个缺点 就非常的不稳定 希望你可以怎样去接受他 那如果分手断练的人就知道 这一个人太过于乐观了 有时候很白痴 导致于你们的生活过得坑坑巴巴的 可是他却乐在其中 所以你会非常无奈 可能就是因为受不了他 老是去创造一些麻烦 而导致你们的关系就一直破裂 那我们说这张牌卡是赢者牌 也就是代表说 他今天跟你的这一个相处 他其实也要告诉你的是 他一直在寻求他那些的答案 他是有时候是需要一点点的空间 他觉得呢 如果可以你可以引导他 引导他去走正确的道路 虽然他很习惯孤独 可是他并没有后悔 你就是他想要表达他那种 很深藏在内心的那一个 愿意去倾诉的人 他想要跟你这件事 别人他都不想说心底话 但如果你给他安全感 他就会想要跟你讲出他的心底话 但如果可以 他也想要运用他那种单薄的知识 去造药你去启发你 他想要陪你经历你的身中的痛苦或是困难 虽然他可能没有办法很热情的去让你 发现他内在的那一种孤独 可是他会觉得他今天 就算是孤独 就算他是有生命中的难关 他都想要当那一个 照耀你的这一个台灯 虽然这里的人不见了 可是这一边是看起来是 你有困难你去找他帮忙 他会告诉你 他想要跟你怎样一起享受孤独的时光 进行知识的交流 他会愿意协助你 哪有 那如果你们分手锻炼 你就会代表什么 他想要跟你和解 那如果说你在关系中 他就是想跟你结婚 所以你的牌也呈现的是 我好想结婚 对 这一个牌卡很重要 那再来就是最主要是一个力量牌 我们说力量牌 真的是他这个人很需要保护 而且他的意志力非常非常强大 即使你们之间有负面的情绪 他会想要办法帮你放下 所以他是一个太阳班 他想要照耀你的人生 用智慧 引你你离开 克服在世界上 你遇到的所有的邪恶的状态 那无限符号代表的是 无止境 所以呢 他想要跟你之间的状态 是一种无条件的爱 就是充满的激情 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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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能量 他基本上就已经想要跟你 之间有一种那种 纯净的心灵的少女感 所以他是 任何 不管你们任何玩吵架 他就是想要跟你和解 那如果说你正跟他分手段 告诉你等待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 如果你跟他暧昧 那你等待的时间也很快要结束 你们是有机会在一起的 只是说呢 不太 如果你们正在低潮中 你也不用紧张 就算你们跟这个和解 这边还是有说 你可以去期待你的未来的关系 有新的火花 因为这边看你已经有那种 桃花运来的迹象 不见得要跟他 这边看到你的桃花魅力非常好 所以难怪他很渴望的 想要勇敢的朝你前进 就算不是他 也有别人在等着你 那这一个是截至牌 代表的是进化 是把他跟你相处的时候 他似乎好像他的人生有一种 得到了喜敌哦 所以你是圣母玛丽啊 是不是 所以他这边感受到的是 你对他而言 他觉得 你能够满足他的内心 因为原本还是一个因者 可是因为你他才发现呢 在感情中 你对他的那一种 关心关怀 让他感觉到了妥协 甚至让他感觉到了快乐 跟稳定感 所以如果说他今天 原生家庭有困难 有问题 其实你就是他生命 那一种安全感的来源 那你会说他推开我 他可能推开你是因为 你的安全感可能不够 导致于他的精神 产生了一些状况 那这一个人也有可能 因为物质的条件而导致于 这样 他似乎在这种关系呢 他就有一点点脱离了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虽然很爱你 可是他也有那种社会的直觉 他其实还是很在意别人 异样的眼光的 可是虽然这边看到 他想要跟你勇往直前的前进 可是他因为这边 还是会有那一种 我们说的 他就是一个 无脑的状态去往前冲 的一种 一种很明显的这一种感觉 所以啊 所以你跟这一个人 如果就是在这样的相处的话 还是要看一下务实面 因为你们看起来 你们的障碍是 实际的生活所发生的事情 所以啊 你们可以回馈给我 你们是不是真的是 因为现实生活中 障碍可能年纪差太多 或者是身份悬缩 或者是财力状况太大 而导致于你们的关系 没有办法 这么的单纯勇敢的去爱 因为他想要跟你 单纯勇敢的去爱 可是似乎有社会的 这种眼光下去阻碍了你们 可是他还是真心的 想要跟你偷偷的来 偷偷的爱哦 喜欢我的拍卡 就给我的赞 香香天天更新 导致你们的心 下次的影片见 好呢 第三组拍卡 看一下他想要你知道的是 对你的感觉 更想要让你察觉的 心里面的话是什么 太阳 他要说你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太阳 虽然他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到最后的话 其实 主要你们的热情呢 是减退的 我觉得这一个人 正在为你哭泣耶 而且跟你的关系 做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停滞 他想要跟你说的是 其实他一开始跟你遇见的时候 他觉得你有太阳般的一个力量 你给他了很多的正能量 然后很多像宇宙的能量 但他人生如果在困顿的时候 你将会跟他好好的发光 这边应该是还蛮多分手的人 抽到这一组牌 所以最后面他很遗憾很难过你的离去 有没有再哭哭 不然呢他原本是想要跟你很建立一种关系 想要好好的在一起 可是你们中间 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才会说这种 看起来有断开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强 最主要是因为热情减退 甚至有一些 可能性方面的一个纠纷的能量很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呢 我们说太阳牌代表的是什么 太阳牌代表今天 他也想跟你之间是开开心心的 他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很像阳光照耀一样 是生命的一个意义 甚至他觉得你的陪伴对他来说 可以完成很多快乐的事情 所以他跟你在一起觉得很开心 甚至他可以不用想太多 他就只要跟你开开心心的 你给他很多的温暖 甚至你非常的有趣 他跟你在一起有那种自由跟快乐 而且他也觉得你是人生中 好像对他而言是一个非常有趣 又很成功的人 而且你很有想像力 甚至他可以感觉 你可以毫不犹豫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甚至他默迷的对你来说 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种吸引力 他觉得你跟他心意是相同的 他觉得你是他想要稳定之后 会带来幸福的人 可是如果我们这个事情撇开 如果因为他是一个花心的人 可是他会把你当一个最大的一个备胎 好不好 所以啊 因为他知道 幸福 选择你是幸福的 甚至如果跟你产生吵架 其实疑虑误解 也可以很快很快的解开 甚至他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他会觉得你是他人生中 最闪亮的那一个太阳 所以如果不论你跟他任何的关系 你一定要展现你太阳的一面 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吸引这一个人 来跟你相遇 所以你不用紧张 那你要强调你是一个很正能量的 你将会得到胜利 因为这里有一个钱比三尼文 我们就会说 这一定有第三者的能量啊 有一个信誉牌 那就不用再啰嗦 因为我们只是讲 他对于你说的这个心里话 代表不论是赢啊 还是输 只能说 你在他世界里面赢很重要 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他才是那一个路舍 他的感觉 他在哭哭 所以也就是代表你是他人生中 是一个很很重要的状态 可是今天是 他自己如果跟你分手短练 他就丢失了 所以如果你们还在关系中 他现在还没有那么 那么迫切的想要跟你 确认在一起 因为他想要缓缓 如果可以我们晚一点在一起 可是如果你们已经在一起 他是想跟你结婚的 可是他可能还没有 那么有计划性的规划好你们的未来 你可能要等等他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觉得可能在很多时候 他的能力可能还不够 甚至呢 他觉得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一些些 需要再加强的事情 所以他觉得他现在没有能力 可以给你承诺哦 所以这一段的关系 你们如果分手断练 其实你们当时可能因为很多的误会 经常的争吵 来自于这一个承诺没有办法去许下 因为他很害怕自己做不到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强 那他觉得你们两个之间的能量要怎样 他要再去自我提升啊 他觉得现在没有办法给你幸福 所以他没有办法轻而易决的 说出了那个承诺 并且兑现他 那他如果我曾经说过 他会想跟你说声很抱歉 我没有办法 允诺我的承诺 是因为我没有能力 所以他知道自己很没有能力 可以给你一个完整 可是他想不想给你一个未来 他想要啊 可是他现在找不到方向 他的人生正在一个思路跟无力感 非常非常的强烈 甚至他现在有点压力崩溃 所以他肯定是过得不好 不论你们是任何的关系 所以他会把你们的距离拉开 为什么要把你的距离拉开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人生是没有未来的 他甚至于对这种关系感到绝望 他太怕拖累你 可是他只是暂时的 因为他想要休息 所以你看这边有一个保健室 他其实可以感受到的是什么 他就是有一点没用 所以呢 他就自己选择把距离拉开 他不想要让你看到他落魄的样子 他只想要你看到他完整美好的里面 所以太阳牌正伟了 他希望你可以去尊重他 甚至他现在有一点忧郁的状况 有一点点脾气暴躁 可是他不想让你看到他现在的状态非常非常的差 所以你要说这个人是体贴吗 所以分手断练的人 他会觉得他自己把这个距离拉开 是来自于他不想要在你面前的那个形象毁坏了 因为他觉得其实他是真的很想跟你在一起 如果可以他有能力他状态好 他想跟你重新的复联 甚至如果关系中的他是想要跟你求婚的 虽然他现在没有能力 可是你是他未来那个幸福的备胎 幸福的可能性 那你说他有没有去找别人 他会有 因为这种没有自信的人 可能会去寻求其他比他能力更差 或者是条件更低的人去寻求哪一种存在感 因为毕竟他有战车嘛 又有太阳 所以他还是偏感情比较幼稚的人 不是你想的这么的成熟哦 所以这个人只能说你如果要确定他要再回来 那你要耐心的等待 因为他可能真的能力不足也没有办法那么快的达成 他自己现在口条说的想要跟你重建这个未来 但你不用紧张 如果你分手锻炼 因为这边的牌的中和每一个牌子的一个撞击出现 生活必须要重新开始 所以你跟他这边绝对有一个重新的能量 只是要等待非常非常的长 只要你愿意展现你的力量 随时保持太阳的照耀跟智慧 我告诉你 你的那个光芒他一直看不见 最后面他会选择怎样 跟你最后面才是真正的在一起 那他现在能量很低他就只能休息 所以我说他可能正处于一个人生中的低潮 他想要好好的休息 虽然他原始的他真的很想要跟你努力的去前进 可是他已经从不论你的争吵或他自己的人生中 他觉得他对于生活的挑战他就够了 他真的想要休息 可是他是承诺他一定会回来的 他现在只是在练习学会平静 在未来的时候他休息够了 他在对你朝向好你行动的时候 他才有足够的力量 去做一些些的回应 那你说他喜欢你 他甚至知道跟你在一起会幸福的 他很爱自己 他只是把时间留给自己比较多 留给他的伴侣比较少 那他希望说请你不要介意 因为他也很想要重大自己 所以他需要有很多的空间给自己 如果你还在等他 请你好好等他 只要愿意有足够的时间 他一定会给你想要的答案 那只是说这一个人他还是比较享受自由 比较不是喜欢那一种拘束的关系 所以他告诉你的是 他要有一段关系是大家 鼻子可以慢慢慢慢的去成长 虽然他能力不足 可是他希望我们鼻子能变得更好 所以只有你像太陽一样 那你变得越来越好 就让他来追你吧 最好就是让他看不到你的车尾灯 他再来追你追着你一跑 那你就一直散发着你的光芒 他才会追着你 可是如果你的能量也很低 他是不喜欢这样的 这就是他想要对你说的话 喜欢我拍他给我一个赞 天天更新 辽允新赶快订阅起来 下次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